今天咱们来分享如何在家自制皮蛋 均匀 剔透 留心 绵软 自己在家制作皮蛋真的挺简单的 咱们先来泡半杯茶水 家里的红茶 沥茶多可以 先放一旁泡出茶味 一把20克皮蛋粉倒入陶瓷或者塑料瓶中 少量多次加入刚泡好的茶水 直接用手操作的话 携带上手套 因为皮蛋粉的成分是食用盐 食用纯碱 石灰和黄土 有较高浓度的腐蚀性 调成像饰品中酸奶的浓稠状即可 放一旁静置10分钟以上 准备新鲜的鸡蛋 鸭蛋 安全蛋 蛋类最好选干净 尽量不要洗 放入调好的皮蛋粉里裹上一千 以看不见蛋壳又不留为一 这个分量可以做40克左右 将鸡蛋 鸭蛋 安全蛋 分开装入袋子中密封保存 密封好 动作要轻缓 避免弄破壳 全部处理好 放入闭光密封的地方 密封定型5-7天 期间不要去触碰移动 我腌制了7天来剥个蛋看看成果 还是非常成功不错的 定型成熟后需清洗干净 晾干水分放冰箱冷藏3-3天 鸡蛋的颗比较薄 需要小心清洗 我们剥开鸡蛋看一下 鸡饼上也已经成熟了 手感嫩滑 有弹性 切开看看是流心的状态 鸡蛋也是流心的状态 只是鸡蛋整体比较软 都放置两天定型会更好 不用担心含圈或者硫酸桶或色素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